疫情期间刚看到有人是忙着赌 但有人忙着贩毒 新北市中和日前有一个男子 被家人通报晕倒在家里面 警方发现家中有200多包的毒咖啡包 男子身体还验出有卡系统反应 怀疑他是因为吸毒过量才昏迷 还好救护人员紧急送医之后 见回一命 一袋袋的奶茶包 还有盒子里贴上手作的咖啡包 这些都不是集容饮品 而是毒咖啡包 原来新北市中和有名游信男子 在家昏迷不醒 子女报警竟销到场后 发现桌上有疑似毒品的白色粉末 而在他身上验出了卡系统反应 疑似吸毒过量昏迷 幸好送医捡回一命 这么大量的毒品 警方也怀疑是不是在分装过程中 吸食太多散发出来的粉末才晕倒 事后救护车来送医之后 虽然侥幸捡回一命 但其实这毒咖啡包已经残害不少年轻学子 不管是夜店还是KTV 这类助性的饮料 到底是咖啡还是毒品 在朋友的怂恿之下尝试 但小心这混杂毒品 这类毒咖啡包从刑事局五年来的数据看 几乎查获量年年倍数成长 从一百零五年两万四千多件 到一百零八年是十万两千多件 一百零九年飙升到二十五万三千多件 数量是前年的一点五倍 只是因为毒咖啡包 大多成分是三级毒品喵喵 部分参入二级毒品 MMA混杂多种的成分 这一年半已经有上百人吸毒致死 现在就算是疫情期间 还是有人想靠奔装毒品来获利 警方是不敢大意 持续向上溯源 华时新闻 持有您十一环 新北市报道